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個星期 許智峰和他家人的匯豐銀行戶口 遭到凍結一事 引來香港社會的廣泛嘩然 原來這件事 連美國政府都有所關注 根據許智峰接受蘋果的專訪所說 美國國務卿辦公室 在較早前主動聯絡他 了解匯豐銀行凍結他的戶口一時 雖然對方沒有說明有什麼行動 但這件事已經是一個警號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對於警方不點名指控他挪用眾籌款項 許智峰有這個回應 他就說眾籌所得的錢 就和他家人是完全無關的 由眾籌開始第一日至今日 那些錢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律師樓的戶口 唯一就是要給律師費 給了大律師和律師 其他的錢是沒有離開過律師樓的戶口 他和他家人一毛錢都沒有經手過眾籌所得的款項 那些錢擠在律師樓的戶口 連他都控制不到 只有律師才可以移動 他較早之前也公佈過一份核數報告 其實匯豐銀行自從上星期之後 對於這件事都沒有作出任何回應 現在還引來美國政府的主動關注 究竟接下來會有什麼事件發生呢 在今年8月的時候 蓬佩奧曾經怎樣批評過匯豐銀行 在國務院的一份聲明當中 他就說 匯豐銀行維持著那些因為拒絕給香港自由 而受到制裁人士的戶口 但是同時就關閉那些追尋自由人士的戶口 而聲明又提到 匯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東勝 曾經聯署支持港區國安法 蓬佩奧就說 自由的國家必須確保公司的利益 是不會屈從於中共的 以免協助他的政治打壓 這件事當然就是8月份的時候所說的 至今暫時就沒有什麼具體行動 但是接下來大家都知道 蓬佩奧第一個任期是上月5個星期的時間 究竟他會怎樣運用這5個星期呢 會不會有很多東西加速呢 這件事真是難以想像 在接下來幾個星期 匯豐銀行上必就像如助針戰一樣 好了 說回那篇專訪 其實許智峯有透露到 他跟那位丹麥政客朋友Anders之間的內情 原來許智峯就說 早在9月份的時候 他就曾經找過Anders 就跟他說 如果有一個利用議員身份 來進行的外訪行程 有利於他可以申請發還護照 但是許智峯就說 當時他都沒有一個計劃要流亡 只不過是想為自己製造一個機會 等到可以有一個離開的選擇 他那時候都沒有想過要離開 只是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就可以作一個最後的決定 他就問Anders 是不是可以舉辦一個年度氣候變化會議呢 如果是就請他去 他就可以向法庭申請拿回護照 他就只是說了那麼多 但是那位Anders 就已經感覺到 他是想離開的 於是就製作了一個丹麥行程出來 設計到好像真的一樣 許智峯就說 一看到的時候 都嘔嘴了 由於他當時 就沒有決定 是不是真的要流亡 他就當成真的要外訪 一樣去準備這一場會議 實請那位丹麥的朋友Anders 對許智峯可以說是仁智二盡 萬一這個許智峯是遇人不熟的時候 分分鐘他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 走下去去暴寸 其實他都走不了了 所以這個人可以說是許智峯的貴人 幫了他真的不少了 現在許智峯自己透露的這個說法 跟Anders在上星期所說的版本 大致上那個內容 都是沒有什麼矛盾之處的 可以斷定他兩位所說的都應該是真事 當然我看到後來有些人就批評這個Anders 為什麼你要把整件事爆料 在社交平台上說出來呢 我自己覺得這樣批評這個Anders 都是浪費氣了 因為凡親牽涉到政治成份的案件 攝氏人被法庭收了旅遊證件之後 一般就算去申請都不會說獲得法還 許智峯這個例子可以說是萬中無一 即是說牽涉到政治成份的案件 所以現在這位Anders自己穿了一條條 當然這條條以後就不能再用了 但就算這個Anders他不穿這條條 又如何呢 如果許智峯真的要流亡的話 他也不會回香港 那條條條也一樣是穿 當然這位Anders他為什麼要在社交平台上 要將整件事一五一十這樣說出來呢 可能他也有很多的考慮 可能他又要保障他自己 又或者他想為整件事留個見證 沒有人知道他的真正目的是想怎樣的 畢竟整件事都已經發生了的時候 再苛窄他也是無謂的了 好了 講講另一件資料 就是關於南華早報 他們在昨天有一篇報道 訪問了三位被制裁的香港官員 究竟他們現在的出糧的情況是怎樣呢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所說 現在那些被制裁的香港官員 在出糧的時候有幾個特別安排 特區政府可以安排他們用現金出糧 即林鄭那隻 又或者可以把薪金轉到家庭成員的戶口 又或者可以把薪金留在庫房那裡 有需要的時候才提取 第三個選項豈不是變成特區政府做銀行的功能 即是庫房幫他存著那筆人工 有需要的時候才去提款 這樣行不行 我不懂 南華早報就訪問了三位不具名的被制裁官員 第一位官員就說 他如今只能夠把銀行的存款 全部入到他老婆的戶口那裡 他老婆真是恨到 這次發達了 有一間美國金融機構 在他被制裁的兩天之後 就告訴他 不能夠再使用這家機構所發出的信用卡 而其他銀行也陸續告訴他 要建議他關閉戶口 他就感覺到 那些銀行是擔心 如果是不停用他的戶口或者信用卡的話 就可能會遭受到美國方面的懲罰 他如今失去了信用卡和電子支付的戶口 現在他出街吃飯和買東西 都需要改用現金或者百達通買單 他還說日常生活就要很依賴他老婆 現在就是他老婆管了他的錢 其實這位這樣的官員 生活沒什麼趣味 很多事情做不到 對不對 接著又說另一位 第二位被制裁的官員 就跟南華早報說 他現在已經跟林鄭坐同一條船了 因為他已經失去了銀行戶口 第三名被制裁的官員又提到 他用的那間銀行 沒有即時要求他關閉戶口 只是限制他不能使用網上銀行 匯款出國外或者信用卡的服務 即是只剩下提存功能 還要e-banking用不到 他還說即使是中資銀行 也有向那些被制裁的官員提出類似的要求 相信的原因就是 這些中資銀行在美國是有業務的 即是證明到 美國現在的制裁措施不是留的 絕對會對於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在生活上構成嚴重的不便 同時也是對於業樓支樓打念 他們一味就說制裁不怕 只要不去美國便沒事了 一輩子不去 不去美國便是一回事 但是那些銀行和金融機構 都會忌諱一件事 就是一旦他們為被制裁的人士提供服務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美國有二次制裁出現呢 現在的情況其實已經浮現出來了 至於這些報導的可信程度有多高 我認為那個可信性也高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其實很難去門天過海 如果是這麼容易隱瞞 大陸就不用搞一間崑崙銀行出來 和伊朗去做貿易 雖然現在有部分被制裁人士 他就說要用他老婆的戶口去出糧 但是其實用到這種情況 他在生活上 某程度上 有不少的自由都被限制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